我是新台幣 我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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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扁 不要再扁了啦 起來起來 欸 楊金龍總裁居然說 新台幣沒有扁直筆線 新台幣你還要扁到何時啦 不要再扁啦 FED很陰啦 造成日韓港股 全部都破底了 只有台股卻 石手錦線 居然沒有疊停盤的品牌 真的嗎 重點是我們今天獨家 幫你持股診斷喔 只要留言 我們用XX账法來救你的股票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鈔票COCO 鈔票 鈔票量COCO 鈔票量COCO 好不好 好 超漂亮 超重量COCO 那我就超重量了 你是超重量 我超重量折折的過程 來看一下 為什麼你這個是超漂亮呢 你今天怎麼了 因為台幣一直扁 一直扁 那你要扁下去 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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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起來 太扁了吧 新台幣沒有扁值底線啊 哇塞 一個央函總裁講這句話 對啊 是要誤斷他扁走 扁去嗎 去哪裡 FED很陰啦 很陰喔 日港股都破底啦 台股卻死守僅限 竟沒有跌停版 呃 持股診斷 用XX戰法 教你怎麼樣 救股 救你的股票 教你 教你 救你的股票 對 教你救你的股票 我們今天等一下要留言嘛 是不是 對 要留言 等一下留言 那留言的話 老師 等一下姜佳老師要親自幫你在底下留言 持股診斷 等一下再講 好不好 好 這很好 這第一次 福利社站給他做的 好不好 是姜佳老師的帳號 幫你通通持股診斷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 除 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以外就算了 台股今天聽說有守頸線 是 守頸線 所以我們吃 豬頸肉 什麼叫頸線 我們來畫一條 畫一條台股的線好不好 那個字卡 欸 那個台韓股市那些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頸線 哎呀 那個 放大放大 台灣股市 守住這一條線 低點 畫一條 這叫頸線啦 好 有守住好不好 這邊低點 有 感覺有守住啦 好不好 至少 之前最低是12624嘛 收盤價都站上去啦 好不好 所以台股市蠻強大的 對 這下豬頸肉還不錯吃 缺點就冷了一點 有點冷了 以後可以小小要求我微波一下 要微波一下 好還是天氣更冷了 這個吃下去 吃冷的時候 感覺就像小時候媽媽不太理我 然後 給我吃冷凍的東西 你知道嗎 很可憐說 我台灣吃冷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 可以不要把我小時候的陰影都講出來了 好嗎 不用講 所以只有吃熱一點好不好 好 沒有啦開玩笑 可是我真的不喜歡吃冷的 所以 先跟大家講 請教三位最專業的分析師 第一位 何基尼分析師 你好 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距離老師 剛剛哲哲談到他的 陰影對不對 我上次上節目也有點陰影 我對蛋黃酥的陰影 才吃兩個而已 上次吃那一個蛋黃酥 我記得是第一個 我是硬吞下去 我想說 哇 我上次上上次的比賽 我連一題都沒答對 好歹讓我打一題 讓我搶打一題 讓我的股票能浮上檯面 結果呢 那中秋節的時候看到蛋黃酥 我就 就開始胃痛 不過 反應也很好啊 那個最近有很多那個 就是粉絲朋友在我的line上面問我說 老師 那一集真的很好笑 我就說 我是用肚子痛換來的 你看我們粉絲很高 大家都看你節目了 你看 所以 所以啊 我們福利社是 有什麼說什麼 都講真話了 這個東西好不好吃 我們也都講真話 阿不是吃耶 蛤 不想吃我覺得 我要做還不錯吃啊 所以股票 會不會漲 會不會跌 我們都是照實講的 絕對不會跟你作假的 對阿 所以我們節目一定要持續看下去 好持續看下去好不好 對阿 這家叫什麼店 這家叫氣飯 氣飯 C-H-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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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沒關係 吸飯食堂 反正吃飯嘛 吃個飯 來看一下 小小鼠 GD1788 小小鼠 GD1788 下一位 江國中 江江老師 你好 我們主持人Coco 是超漂亮的 超重量 今天應該是我了 為什麼 因為中秋節剛過 美逢佳節胖三斤 我真的胖三斤 我真的因為吃月餅 吃那個美心大小月餅 吃太多了 真的足足三天胖的三斤 真的要是嗎 我本來覺得今天來福利社不吃的 可是想一想今天晚上 要服務廣大的粉絲 我還是應該要增強體力 增強體力了 要吃飽一點 這個豬頸肉很棒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有嚼勁 因為我怕肥肉 頸肉沒有肥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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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豬肉 對啊 很難怪 我直接吃了 太好了 幫我剪剪 話說這個口感真的很不錯 還不錯 待會一定把它剋光 這碗飯多少錢 飯的話是220 豬肉的話是260 跟195 還是有點貴 算了 CP值不高 不知道分量大不大 分量 就正常的 正常分量 可買可不買 如果你吃不到 覺得沒什麼東西可以吃的話 就試一下 弟兄姊姊老師今天到時候 要教大家持股診斷對不對 你要關大家親自做什麼 而且我有預感 今天晚上可能不用睡覺了 好不用睡覺 加油加油 辛苦老師了 辛苦老師了好不好 沒有我們到時候前100個 好不好 你股票問題老師 幫你用那個 是XX帖什麼 什麼戰法 什麼戰法呢 等一下就知道了 親自水骨診斷好不好 江國龍老師的line 來 小老鼠WIN58899 這個要記起來喔 好不好 第三位 跟我同一天出身的 而且跟我一樣 右手 媽媽手 同樣都做的是那種 平板動作 就是核心動作 然後福利隱身 我在受傷的 介紹太長了 好長喔 燕麗姐妳好 哈囉大家好 都把我的秘密講出來了 對 難怪身材保持這麼好 好不好 這個手 我剛才講的可能要半年一年 這麼久 燕麗姐聽到說 要這麼久 沒辦法就是要這麼久 好不好 先用左手 我現在都用左手 都用左手 我現在最後一關卡 是左手刷牙 左手刷牙很難 你知道嗎 不習慣 左手吃月餅 吃月餅 現在不錯這樣子可以吃 燕麗姐 那有沒有什麼 最像行情 還是股市有什麼想法的 對啊 我覺得拉回就是買 第四季 每一年的第四季 幾乎都是漲的嘛 而且每一次的總統大選 大概 經過統計 大概至少都會漲兩成 所以我覺得這邊 我不敢保證 這裡還會 就是指數再大漲兩成以上 因為那就不得了 但我想第四季行情 是蠻值得期待的 好 第四季行情是蠻值得期待 好我們看一下 來 股市福利社怎麼樣 節目異動 要提醒大家 國慶放假的時候 禮拜一 我們播的是 國慶日特別企劃 這就算是基尼老師這樣吃月餅嗎 對不對 啊這次有誰 這次有 昆仁老師 玉凱老師 還有陳彥老師 都蠻會吃的齁 基老師你是啊 職業傷害不來了是不是 我職業傷害 這次不吃月餅了 這該不會吃 多時節吃什麼 沒有嗎 該不會吃煙火吧 什麼煙火怎麼吃 今天老師下次找你啦 好不好 好可怕 還好上一季我沒有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右手受傷 好 我頂多只能這樣子 哈哈 對 這邊比較緊 剛剛直月餅 你看那集很好笑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一直一邊看節目 一直練習 我可以成功嗎 我也不行 我說可以 好不好 國慶日特別企劃 這個絕對好笑 然後禮拜二是教學單元 一樣嘛 維持 接下來三四五都是一樣的 一三五五其實大部分都是 解盤影片 二師教學影片 是的 然後只是禮拜一改成 因為沒有開市改成 國慶日特別企劃 因為台股沒有開嘛 改成國慶日特別企劃 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財經大頭條 老師你好你好 帥氣威猛的老師 基地老師你好 來 我還以為你剛剛也要講說 欸 我跟你一樣膝蓋有問題 再講下去 很老的樣子 再講下去 沒有沒有 我發現 欸我真的 我發現我真的去做檢查了 我的膝蓋問題原來不是退化喔 蛤是什麼 是我的足弓 過扁 所以我在懷疑 讓我去當兵的那個很壞 明明我有扁平足 還叫我去當兵 這太過分了 我跟你講 我以前也是 年紀到了其實 我那這個我們 呃 反正應該可以講 你要年紀啊 我們剛好 我這個年紀是 只要在胖兩公斤 就可以不用當兵了 然後結果我也還是去當兵的 早上那時候又胖一下就好了 我有朋友是硬吃可能是胖不下去 好 硬吃胖不下去 人都有一個極限 就是當你到那個極限的時候 其實要再突破 很難欸 不是因為以前聽媽媽的話 他說不要變胖啊 三生啊 後來發現年紀到了 很容易就胖下去了 早上就可以不用當兵了 多當兩年兵了 好可憐 燕翼姐像這麼開心幹嘛 你讓我想起來 我以前有個同學她說呢 把兩眼弄視差 然後擦到幾百度以上 就可以不用當兵 加努力很久就差一點點 就差一點點 就告訴我們答案 還是乖乖攤兵 乖乖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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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招也要去喔 教招也要去喔 教招會瘦欸 教招會瘦欸 教招我之前都避開了 現在不管我事了 年紀到了 好不好 我們已經對政府夠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政府現在的狀況 梁靖龍現在也講 因為美國的那個聯準會的 那個委員都在放音 連我們台灣央行總裁都在放音 我跟你講啦 新台幣的貶值沒極限啊 沒有底線聽起來就很恐怖欸 對啊 你知道Coco當初怎麼來當主持人的嗎 我說你表演有沒有底線 他說我完全沒底線 就錄取了沒有啦 對 所以很恐怖喔 很恐怖喔 好不好 不是新台幣沒有貶值底線 對啊 怎麼辦 我看著要持續貶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 欸我們今天有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 新台幣跟股市的聯動性 到底是成正向還是反向的關係 今天我們又幫大家整理 錢都跑到美金了 難怪台幣邊邊邊啦 老師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其實 先讓大家安心一點心好了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經濟沒有那麼差 可是就經濟太好了 對 經濟沒有那麼差 那經濟太好的話 其實股市不會一直狂跌啦 至少不會狂跌啦 至少不會狂跌啦 沒錯啦 那我們看到美國最新的就業數據 8月份呢 欸是961萬 市場預期是880萬的空缺數喔 沒想到比880萬還要高 現在是961萬 所以呢就代表說 職缺那麼多 現在經濟很好 大家都在增人啊 那美國經濟沒有太壞 沒有走差的話 我認為股市不會一路像08年那樣子 一路往下崩崩崩不停 那現在的下跌應該都是修正 那關鍵呢還是 到底升不升息啊 那升息大家很恐慌嘛 那股市就會持續往下跌嘛 再加上那個昨天發生的那個 美國的那個共和黨啊 那個眾議員議長啊被趕下台了嘛 那大家就覺得喔政治會不會很動盪 所以美股昨天也是 就是四大指數幾乎都破底 像倒雄指數又在破底嘛 那我們先看一下 升息的部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各個聯準會 最新委員的看法 美國聯準會的一個理事啊 包曼他說啊 能源價格處於高檔 通膨可能會再次反彈 FED可能需要數次的一個升息 那我覺得數次升息太誇張了啦 因為其實現在通膨已經 從去年的最高大概 8跟9 降到現在3%左右 你說要數次升息 我根本就覺得你是硬撐 你就知道嚇嚇人家 嚇人家就是讓人家 喔通膨喔通膨要不要 不要太花太多錢 數次升息也太誇張 如果你通膨只有3% 啊你現在升息到6%要幹嘛 對啊 是啊 對啊 那可能會扼殺很多工作機會喔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是有點太誇張 我覺得大家不要信這個 好再來呢 克里夫蘭的聯準會的總裁 他說啊通膨的壓力 看起來是還是有點高 所以升息循環還沒有結束 我覺得這相對來講 欸看起來是保守的 還OK 所以有可能升息循環還沒結束 也許在生硬嘛 是有可能的 那再來呢 亞特蘭大的聯準會的總裁他說啊 現在啊他說通膨還沒有控制住 但是長時間維持利率在一個 現在一個水 就是比較高水平上面 是合理的 那所以他不急的升息 那他不急的升息 就代表說他不會再升息嘛 對不對 他的看法是維持現在的利率 那反過來就是維持現在的利率嘛 也沒有什麼不好 其實現在最怕的就是一直升息 沒有盡頭 對 所以他也就講了啊 不急的升息 但也不急的降息 那我認為 其實現在的利率已經到了相對的最高點了啦 那但是因為聯準會的那個委員啊 都講的這麼陰 那 那個美國的公債值利率就先反應了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10年期的公債值利率 哇 一路向上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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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美國10年期的公債值利率已經到了4.8%了 4.8%是創16年來的最高水準喔 16年 哇 應該是07年08年嗎 大概 你那個時候大概 什麼時候我想 剛剛讀大學的時候 差不多喔 好像喔 好遙遠喔 是嗎 那總之呢現在利率已經到了 重點是16年是2007年那時候啦 對啊 等於是金融海嘯風暴那時候前戲了啦 對啊 那你看到了這麼高點 但是有沒有發生金融海嘯 看起來 也沒有啊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 哇 美國10年期的公債值利率升了那麼高 就要趕快去買美債 其實啊公債值利率持續向上升 也代表另外一層意思是什麼 債券的價格也一直在往下跌啦 是啊 所以股市債是其實都是跌的 那所以我認為啊 大家不要太擔心 也不要想說喔 現在要趕快去把你的股票拿去買債券 不會比較好真的不會比較好 所以我認為現在看起來 只要沒有金融風暴 經濟還是處於正常的狀況 現在下跌其實都只是修正而已 那重點還是 未來這10年期公債值利率 會不會持續向上升 那就是看 11月12月到底會不會升息 那我們看一下下面升息的機率的部分 9月份啊 我們可以看到 在9月份那個要開會之前 我們看到的升息一碼的機率喔 11月升息一碼的機率是 是28.9 12月是35.4 那到今天到最新的 我們幫大家調查了 最新現在的狀況喔 最新的機率 10月4號嘛 那11月升息的機率是28.2 跟9月的時候是不是差異不大 差不多而且還更低耶 對不對 那11月的部分呢 雖然說有高 欸對不起是12月 12月的部分 12月要升息一碼的部分 只有39 才多4%而已 整體來講啊 我認為啊 年底不升息的機率還是高達70%以上 所以我認為 根本就已經到了 就是利率的最高點了 那這些委員呢 他只是怕什麼 通膨再度的升溫 所以呢他們先用嘴巴 負通膨的意思啦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是啊 贏嘴巴啦 就是他們就是總是 死鴨子嘴硬 對啊 總是要講說 我跟你講我還會升息喔 通膨如果載起來的話 他就是要抑制通膨 用嘴巴去抑制通膨 確定喔 不是春姜水暖鴨先吃喔 不是 已經很肝肝肝肝肝肝 大家看嘛 他這講的真的就太誇張了 說要數次升息 那不就是直接就挑明 就跟你講說要嚇嚇你嗎 是的 謝謝老師喔 數次升息數次升息 那個彭彭已經從89降到3 最高9.1嘛 對那還需要數次嗎 剛才有在強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其實你這樣講 現在雖然覺得這邊待久不過 我有點緊張 我很怕喔 因為升息一直升過頭 這個會不會利率太高 到時候會不會有 劣勢那種SVB銀行 或銀行體系啊 我怕萬一啦 是 很怕喔 應該是就是不會 因為現在看起來 銀行都經過風險測試過 是沒有問題的 是 好我們看一下 其實下禮拜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就是CPI又要公布了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聯準會現在 他們的委員都是用嘴巴在互通膨 因為通膨其實已經從 之前的最高點9.1 我們可以看到通膨已經降到了 上個月8月份的3.7了 那目前來講下個月啊 克里夫蘭的一個聯儲 雖然有反彈嘛 我們下一點點 雖然有反彈 可是彈的幅度也沒像之前那麼高 對 那最主要原因是最近那個 OPEC加嘛 他們在減產原油 所以原油的價格是有高 就是持續的向上漲 那目前來講克里夫蘭 老師下禮拜要公布啦 您說 那下禮拜克里夫蘭的那個聯儲 他們預期啊 下禮拜公布的CPI大概是3.69 那其實他們公布出來的預期 已經比8月份的來的低一些些了 重點是克里夫蘭的聯儲 已經好幾個月超過半年了 連續六次以上喔 預期多少 實際還會再降低 他都預期比較高 所以老師那有機會到3.6一下囉 我覺得應該是3.69附近了 對我覺得應該可能低一點 再低一點3.6是不是 對 就是低不會低太多 因為現在 以8月份來講 他的原油價格還是稍微高一點點 我懂了 但是9月份的價格 就開始下跌了 可能就是3.6 3.5不會低太多啦 可是會低啦 至少比3.7低嘛 對我認為是會低的 好謝謝老師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美女有問題來 老師我問一個直接的 因為股市呢 最害怕不確定性 那現在是不是我們要等到 確定之後 我們再進場也不遲 還是現在就好 可以先去接了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啊 等到確定了以後 股票都漲起來 大家都會買在相對的高點 我覺得與其要買的話 就要買在 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你確定 它通膨就是會持續往下跌 那你趁這個時候 大家都不敢買 你反而逆勢進場 反而我認為是好機會 好 就好像中秋節前 大家都不敢買股票 結果大家發現 上個星期 中秋節前進場買股票的 到今天很多股票 其實都還是賺的啊 那現在的賣壓的部分 對啊 現在賣 對阿股反而上禮拜 其實是最好的一個買點 上禮拜買到現在為止 不管你是廣達技嘉偽創 看這三檔就好了 其實上禮拜買到現在 即使今天下跌都還是賺的 那 現在呢 雙十節 就偽創都這樣子 看廣達更明顯啊 對啊 廣達的話可以更 更強勢一些接 對不對 好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到下禮拜 下禮拜是雙十節 雙十節也會有一些人會擔心 會有賣壓 所以有賣壓的話 那今天的下跌也是合情合理 那我今天覺得 今天的下跌很多該出的都出了 那出了以後 今天反而在不確定因素的公佈之前 我認為是一個好買點 好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那亞幣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因為 美國持續要生息 亞幣超扁啊 一直扁啊一直扁啊 那亞洲的貨幣就一直扁值 因為很多的外資都要撤回去美國 那所以我們看到日幣的部分 扁了多少 7.6% 哇這扁那麼多 扁到他們都在講啊 輝達的A100的那個伺服器晶片 哇到日本聽說要漲16% 漲16% 他們日幣扁值7.6% AI的那個晶片就要漲16% 你說有沒有太誇張 好那再來看到韓國的部分 韓國也是扁7.2%喔 從7月份開始一路向上扁值 那台幣的部分其實相對來講 還是持穩一些 我們雖然看到一直向上扁值 但是其實扁了5.2% 比起其他亞洲國家來講 相對來講 比人比較少啦 難怪他會說 就是楊進龍說 台幣喔 沒有底線啦 沒有防線啦 可是你不能因為台幣比人比較少 就一直拉扁下去啊老師 對那我認為現在因為美國如果不升息的話 台灣跟美國的一個利差就不會持續的放大 那只要不會持續的放大的話 我認為外資現在該測都測了 那我認為未來他會買回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亞幣的部分是全部都扁值 不是只有台灣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這是一個整體市場的趨勢的部分 那只要不升息 我認為他就不會一直扁值 亞洲貨幣都會升回來 現在就已經進入了超扁的階段了 好進入超扁的階段了好不好 鈔票不要再扁喔 欸可可 不要再扁我啦 我們不要再扁你了 還你票票捲你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老師你繼續說 之前台幣跟現在不太一樣齁 對 去年的時候怎麼樣 我們可以從上面這張圖是台幣 下面這張圖叫做加權股價指數 可以很明顯的察覺到 台幣跟加權股價指數 有一個反向連動性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台幣一直向上 它叫做貶值 加權股價指數就是大盤 就持續的往下跌 那台幣呢 在往下升值的過程當中呢 加權股價指數 也就是我們的台股 就持續的往上漲 那目前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上一波啊 台幣扁到最高點的時候 跟現在位置差不多 就在32.3 換到 上去32.3喔 32.4 現在32.3 32.4 現在32.4了老師 對 那就在這附近嘛 對不對 對 那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一次 台幣扁到32.3 已經到了相對的一個最低點的部分 我們的台股下面 我們台股就已經跌到 12629點 超級低 可是現在台股相對抗跌啊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現在就是相對抗跌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新台幣呢 又扁到這個位置附近 最高最高是到32.4 但目前我剛剛看是32.3 32.3 對 32.3 所以呢你們發現 我們台股現在幾點 還是在16200點之上 有沒有 我們的台股的部分 所以是相對強勢的 台股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悲觀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呢 收到昨天 美股倒窮破底 破底之後 台股難免會有一些賣壓 賣壓跌下來之後 就立刻向上 今天還收了一個下影線 我們可以看到幾次 幾次支撐了 一次 兩次 三次 每次大概在16200點附近 都有明顯的支撐 所以我認為啊 這個支撐絕對是強力的 好 那現在部分我們如果 而且老師台幣一直扁 台股這次沒有跟著扁欸 對啊 蠻厲害的齁 對 老師 所以我們來趕快快速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老師 今天所以一樣的意思嘛 台股沒有一直扁嘛 我想問一下嘉堅老師 你對這邊的行情 台幣的看法 或者是說後市 或孫時節前後的行情 你怎麼看呢 好的我也覺得這個 特別是台幣齁 好出現一個這麼龐大 連續兩天的貶值 台北股市相對有稱 我們俗話說 有貓膩 有很強大的貓膩 特別是你看喔 台北股市 你把K線圖稍微縮小一點 其實這兩個月 它有六次跌破 一萬六千四百點 這六次全部都留下下影線 包含今天 然後呢你稍微做一下比較 台北股市 目前有稍微跌破前八月份的低點一點點 可是你看那個中小型標股的指標股 OTC 嚇死人了喔 非常強勢喔 九月份的到十月到目前為止 它的姿態比八月份高了很多很多 我們講說技術分析有沒有 你要看這個股價的形態 老師你有教過我啦 很明確底底高 沒錯 沒有錯 而且你看 它現在在利空當中 因為AI的護持 很多可能是主力 利用這個利空 在中秋節之前 就已經先卡位AI了 導致今天即使利空的情況之下 AI很多的股票都沒有跌破上 本來在低點 然後呢你看它的K線的位置 離這個兩條均線有沒有 是不是很近 也就是說它一根K線 可以扭轉成多 而且是多方的攻擊 我認為這個地方呢 在雙世界過後 有很大的機會 展開波段 整理兩個月後的波段公式 好 底底高老師 意思是說 底部月墊越高 一個底部比一個底部高 好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你看法也是一樣 就是台幣這邊 這個兩個老師 尤其是金老師的講到 之前江青老師的講到 台幣一直在持續的貶值 可是台股卻沒有 這條線可以不要花那麼細 好 台股卻沒有怎麼樣 卻沒有相對的破底 看一下 因為上次扁到這個位置 是12000點 對啊 那現在 現在是16200點都鎖住了 對啊 之前12600點的時候 12629也扁到32.3 32.345 啊現在你不要32.4了 上次12600點 是啊 好不好 對啊 好慘喔 這好慘 最後要繼續看外資今天賣超老師 然後就像剛剛講的 259啦 預期就是美國好像會升息 但是我認為它不會升息 那但是那個外資啊 他們都先撤再說 所以看到沒有 今天外資又在賣了259億 但是我就像剛剛江江老師講的 如果說這真的是一個空頭的話 貴買指數怎麼會這麼強勢 現在貴買指數離季線是非常近的 我們可以看到上一張圖 貴買指數的部分 離季線非常的近 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走空的話 理論上有沒有 貴買指數也應該要跌到這邊嘛 並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沒有那麼悲觀 大家不要太擔心 好 並沒有很悲觀啦 好不好 而且貴買指數越定越高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數據 FVT很陰啊 欸 不要再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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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說了 站起來 抬頭底胸 成為一個男子漢 我們希望台灣股市能再噴出去 成為男子漢啊我 成男子漢不錯啊 叫弟弟 黃木蘭啊 黃木蘭 黃木蘭可以喔 黃木蘭你好 從軍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全新跟台藥 還我一個全新的台股吧 全新的台股就要來了 那其實全新的部分 他是做累積廠 生化加累積廠的 那他是全球前兩名的一個製造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我們現在啊 市場已經進入到第四季了 是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旺季 那全新的部分呢 他主要供應是在就是 網路射屏那一塊晶片 所以呢你會發現 消費性電子產品 iPhone出新機 Google很多的那個 Android的手機也出新機了 就帶動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提高 那除了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提高之外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一直在講的AI 其實AI啊 他的出貨的旺季是在第四季 那隨著AI伺服器 持續的一個出貨的部分 那他對於色頻 對於網通的一個色頻需求 他會逐漸的提高 全新目前來講啊 他對於資料的那個資料中心啊 他的那個供貨啊 那大概是8000萬 8000萬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明年如果持續提高的話 市場預期其實明年啊 他們可以增加三倍 那所以營收持續向上的話 就有機會帶動股價 持續的再創新高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股價 今天的股價大盤是往下要破底的 他完全沒有變 是守在月線之上 那他既然守在月線之上 今天收盤價還能收在相對的高點 那今天有量 有量帶出來之後呢 我認為短線上來講啊 就是偏多 這幾天呢 那都有機會再次挑戰新高 大家可以多留意 大家可以多留意 準備挑戰新高 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來 台耀 台耀的部分 他是做銅箔基板的 那一樣啊 他是搭上了AI伺服器的列車 那最近呢 AI伺服器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處理的資料速度很快 你都是用灰搭晶片 但是你傳出去 在伺服器之間傳輸資料的速度不夠快 那也會導致整個運算的速度大幅的下降 所以呢 現在呢 因為那個交換機啊 都要從400G到800G 那從400G到800G的話 就帶動銅箔基板的這個需求 有大幅的更新 所以帶動啊 台耀他的營收啊 那8月份的營收啊 是13.8億 是再創今年的新高 所以呢 既然營收持續上上 那未來的獲利動能要從400G 要到800G 那明年又可能會從800G到1.6T 所以呢 我認為他的需求是持續的放大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技術線型也超級漂亮 今天台股有沒有 這在破底耶 那台耀他的股價呢 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一路的開低之後 一路向上拉 收盤價還收在相對的高點 那所以呢 我會發現啊 這張股票真的技術線型非常的強勢 這張股票 大家可以持續的留意 這幾天都有機會挑戰新高 都有機會耶 這三個K線 你不覺得 感覺股價就好像要去天堂的感覺嗎 哦 這是天堂的意思耶 真的耶 沒有 紅K 十字線再一個紅K 其實這都是震盪洗盤的感覺啦 原來 是象形文字 感覺用圖像的去意境 去了解他一下 對 這開玩笑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廣達跟深泉 老師你好 好的 我今天帶來兩檔股票 廣達跟深泉 我們先來看這個廣達 今天也是在這個 一片地空深當中呢 它是開低的 可是開低能夠形成拉高 投資者你看底下的 我們所熟悉的 MACD指標是不是很明確 對 它的快線跟柱狀體 都是紅通通的 投資者你把它圖形把它縮小 請導播幫我把它縮小 我跟各位透露 我的波段性的看法 再把它縮小 從年年初到現在 我們講說 如果一個新的科技性的產業 科技性的一個產業 今年是AI的元年 假設第一個波段上漲 是出生段 所謂的第一波大漲 那通常出生跟主生中間 會有二波的拉回 那假設高點七月 七月高點到目前的拉回 是二的拉回 那現在的起工 就極可能是 三的主生中的起漲點 也就是說 你看 這個主生中的起漲 它跟第一波的起漲 第一波的起漲一模一樣 都有MACD 雙戰法 兩個都紅通通 所以我認為目前你要把眼光放遠 因為廣達旗下的雲達 在9月開始 第四季開始出貨量大增 然後在另外伺服器的這部分 也是9月開始 這個META的部分 給它的伺服器的這部分 也是出貨量大增 而且大增不是單月的大增 所以我們認為在第四季 光廣達伺服器的市場成長性 就有可能比之前成長25% 所以我們認為這極可能是 七八月中段整理結束 初生段結束 然後要邁進主生段之前 交接結束 目前出現一個很明確的起工訊號 我認為後市 不要用小眼鏡 不要說今天買明天賣 這樣子只有賺小錢的機會 我認為長線這個地方是一個 很大的主生段的起漲點 請各位繼續的做關注了 管達K線多一點 你就看到其實還蠻強勢的 真的很強勢 再拉遠一點 其實你看都沒有破底 而且其實嚴格來說 好像季線也沒有跌破 就破一下就拉起來 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線型算是 AI裡面算很多 算最強勢的股票之一 難怪老師這麼看好它 謝謝江江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第二檔是3122的生權 最近長勢非常彪悍 生農權 對你看這個底下的MACD有沒有 它在7月8月已經領先逐步翻紅 所以我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 MACD戰法 確實是一個選股 很棒一個邏輯 它重點來了 它是MCU 我們傳統的 大家所熟悉的消費性IC 可是你看喔 它8月份的營收 已經年增27% 月增27% 而且呢 連續終結16個月的趨勢 說過去都是遞減的 終於8月 扭轉了過去16個月趨勢 那除了它的在車用MCU 獲得一個新的認證 未來出貨持續大增之外 重點是AI的邊緣運算 那園區給我的提供給我的信息是說 AI的邊緣運算 未來會用到很多MCU的 零組件的這部分 它確實市場也用股價 投下贊成票了 你看短線上日K線 似乎漲很多 請導播幫我換成 升權的這個月線 哇 月線好厲害喔 月K線的MACD有沒有 哇 這個月是什麼 是它的零軸以下有沒有 都快線由零軸以下 正式穿越了一個零軸 就說它的柱狀體 以月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柱狀體跟快線 同步翻多第一個月 我認為這個波段的趨勢很可觀 我們再舉例做說明 可以做一個比對 你看那個2363的系統 系統是8月才發動 有沒有看到 8月雙指標同時翻紅 它的一個月內噴了一倍 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第四季 會有蠻多股票去複製這種模式 請大家要樂觀 對第四季的台北股市樂觀以待囉 好 是系統 好 系老師告訴我們 還多送一檔股票 多檔 對 告訴我們再比較一下這些 那這零軸之上 我們來稍微教一下 放大 就通常是零軸之上 這個快線嘛 黃色這一條線嘛 對不對 是黃色這一條線嗎 兩條 紅色是快 黃色那條 我有點近視 黃色這一條 也在紅色柱狀體 碰到紅色柱狀體 就代表零軸之上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好 來 是有點橘色那條線 好 快線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原大美在20年 00679B 跟富華台灣科技優息 00929 我喘一下氣 好 請燕麗姐來介紹一下 好 這兩檔 基優的ETF 最憨的 好 我們先講 像你一樣憨 哪裡 客氣了 好 我們先講一下 00679B 這很紅耶 網路上都在討論 對 因為今天跌2.4% 其實 就債券ETF來說 這樣算是一個比較 跌幅比較重的一個狀況 那主要還是因為呢 其實剛剛 浩老師已經提到了 這個十年期 美在的這個殖利率 其實已經來到4.8% 16年新高 對 16年新高 那我也要大膽預測啦 我認為5%以上機率非常高 所以 真的假的喔 真的 那還可以跌啊 他可能還會再跌一小段 但為什麼這兩天 其實已經很多人 經常去搶這檔ETF 主要是因為 亮啊 你看低檔爆大亮啊 對啊 對 主要是因為其實 價格往下掉之後呢 跌出了漂亮的殖利率 他現在的配息 我算了一下 大概他的配息 大概已經來到4%之多 他殖利率4%喔 我太誇張 那等於我買了 就算我沒有賺到價差 我怎麼樣我也贏啊 4%也夠啊 對啊 其實1000萬我一年也40萬啊 對 其實5000萬也是不錯啊 200萬啊 對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 就是觀眾朋友他們會認為說 他們畢竟不是專家啦 然後也不是分析師 他們自認他們沒有辦法 買在最低點 那所以就用分批買進的一個策略 我覺得這是好的 所以會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不要全壓 因為極有可能價格會再破底 這是我的看法 因為我認為 這個殖利率有可能會衝高到5%以上 那當然市場上現在比較悲觀的說法是 只有可能甚至來到5.5% 那這中間的風險 我就請大家要自己去評估跟拿捏 自己要拿捏啦 好 不過通常其實如果你撐久 為什麼這那麼多人買 因為很多人覺得你撐久必勝啊 的確啊 一定一定一定 我剛剛還沒有講完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是 壓保明年的降息行情 那從年準會最近的利率點證圖來看 釋放出的消息是明年只會降息2碼 那原先預估大概是4碼4次 但我認為就是明年到底是降2次還是降4次 我們到時候再看最新的經濟數據來評估啦 總之我覺得降起來其實行情還是值得壓保的 好 謝謝老師 我要畫一條線 幫我畫一條下去 下去的線 有很多人是預測這樣子 然後再拉起來嘛 對 只是有些人 那燕麗姐說有可能5% 這是5.5% 那可能更下去 更下去了 要深一點很深 深深深深太太平洋 對拉起來 重點是不論怎麼樣它都會拉起來 對 所以重點是你要買這種 你就不要看短的 看短你又受不了 那不如不要買 如果看短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本多終勝 你本只要多 你放了9應該賺錢 好不好 對 重點要有耐心 是 耐心持有 獲利是等待出來的 OK 好 我講了三個重點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然後929我想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這次最新公佈的一個除息是在10月24號 然後重點是在同樣是配0.11元 那之前呢 有些人就比較擔心 你是幾號 是不好意思前代是你 10月24號要來除息 哇塞 又要除息 好開心 對 因為他越來越配 那現在就是之前大家會比較擔心說 這次是不是同樣沒有辦法配到0.11元 就沒有想到呢 金額一模一樣連續四個月都是配0.11元 所以其實還滿滿足投資人能夠穩定配息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 目前大家對於00929的長期投資價值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是認為每一個月就是每一年的年化配息率可以有6%到7%甚至挑戰8%大家覺得這件事情很棒 可是市場上另外一個聲音會認為說 如果我們回測的話過去5年每一年的報酬率含息13% 13%你滿不滿意 市場上有另外一派的聲音是 看哲哲的節目好像很多股票都可以超過13%啦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 請大家去思考一下你的理財需求以及你對 績效滿不滿意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的家人 老師我插話 這個福利社這個都是江江老師基里老師他們介紹的 好啦總之就是我的家人也有買00929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不會選股 所以00929可以滿足他們需求 我自己倒是沒有買929 因為我覺得我很會選基金跟ETF 而且你應該跟我一樣 你比較不認同評準金比較高的比例 其實能夠快速填息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因為其實評準金跟個股的除息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除息當天呢股價都會蒸發 指數都會蒸發 但是如果他填息的速度跟能力很快的話 我倒是覺得評準金這件事情其實還好 還好 只是老師覺得929也覺得不如自己選股就好了 不會選股的就是 就是買929 就買929 你可以放很久的 比如說你賺個30-40%你就很開心的 我想說可能兩三年賺個30-40%你很開心的 那你就可以買剛才這個006-679B 這個每在20年 好像不只這個 有很多個 只是這個量最大的 好不好 006-79B 原大每在20年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囉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謝謝 幫我們介紹的 就像葉錦姐的動輒15% 20% 老師的股票 今天你要教我們 要救大家嘛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先跟各位打強心針 台灣真的是全亞洲第一名 日韓股市港股都破底 特別是港股破的 因為經濟體的關係 破了嚴重 可是台北股市呢 這個頸線守著很漂亮 而且今天很神奇喔 完全沒有跌停板的股票 然後這是很很 真的很神奇 一開盤之後 一個很神奇的這個地方 而且跌幅超過5%的 真的很少 因為以前我們說空投 空投什麼 一開盤跌停板 跌停一個燈兩個燈 上一個燈好多燈 台積電日月關都跌停板 是是是 所以這個基本上 全部顯示什麼 指數跌指數的 可是很多個股的內涵 主力其實已經展現了 蠻強大的企圖性 老師聽說 我現在先插話 我們先看一下 用叉叉這案法 教你股 就你股票 老師我們先上那一張圖好不好 因為我怕打算讓他們忘記了 趁熱追擊 老師這個 福利社持不准動 我們這個其實我們影片嘛 對不對 是影片歡迎在底下留言 劉雨綺 江江老師超強的 例如 分析的偵辦 你在那邊留言的地方 你可以不是 你可以留這些沒關係 江江老師會留更 會幫你解析更開心 是 你就留下你的怎麼樣 股票 股票成本 跟账數 跟账數 前100名留言者 江江老師簽字回覆 好 我今天晚上 前100名留言 有留言的 全部把你回送完畢 好不好 我再睡覺 睡覺喔 不找別人喔 不假他人喔 我剛剛已經吃很飽了 吃很飽了 已經準備好 先睡覺 已經準備好在那邊等你了 老師就是要用什麼戰法 老師你要用什麼戰法 為什麼OTC這麼強 你看台北股市今天是盤中跌200點 可是 OTC跌0.46% 沒感覺 沒感覺 為什麼你的股票這麼弱 是 所以你要找老師 老師用那個 MACD算戰法 對 感謝大家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我們重新來看一下這邊 所以大盤今天 老師你說這個好像 很明顯 你看這個從八月份開始 其實有六次 這個跌破一萬 我們用一萬六千四百點來看的話 都有流 但是每次跌破呢 都有流 這邊有連續三 四天有三天流下影線 跌破一萬六千三 一跌破一上去 都有流下影線 然後 九月底開始呢 也是一樣 三次跌破之後呢 都有流下影線 台北股市 展開強烈的企圖心 好了 我們跟其他的亞洲股市 超強的 做比較 你看恒生是很明確 這個低點 你看喔 兩個低點畫一條線 是不是趨勢線 這個線是明顯是往下的 對 不用自己畫 你這必須要等什麼 等它扭轉 負協率變成正協率 那就是一個 才會是一個多頭的 空翻多的一個契機 一樣我們看 右上角的誰 十年和東 十年和西 真的 這個變化太大 對 以前的人 這個比方說 從美國回來的高財生 在亞洲 以能夠去香港上 上班為榮對不對 現在都跑到新加坡去了 對 20年大概 20年前 30年前的時候 日本股市最夯 是 然後十幾年前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哇 港股最夯 現在不是 其實台灣股市 最夯 對 真的是很夯 尤其是最近 搭配到 杭州亞運有沒有 我們的金牌數 已經超越了原本的 體育署的目標了 所以台北股市 一樣 可能就多虧那一角 對 各方面都展開 強烈的企圖心 對 OK 你看 日本股市今天也稍微跌破頸限了 然後再看底下的韓國股市 你看韓國股市 比台灣弱了很多很多 所以整個基本上來看的話 台北股市目前看起來 主力的企圖心是很強的 特別是福利社之前 有多次跟各位講過 台幣明明已經來到去年的 相對的高位階 台北股市竟然比去年低點 多了4000點 畢竟4000點 光這個 就是代表台灣的第四季開始 整個營收獲利 應該會有大幅度的起來 其實我有蠻多園區的採購朋友 他們最近被公司急迫性的逼迫 逼迫什麼事情呢 要開始算明年的資本預算了 要編列明年的資本預算了 老師你講快一點 我開始說 我開始說 我園區有很多朋友採購 被 我以為要被裁員 我都被裁員了 不是 對 就是說 現在開始就是 被逼迫趕快 因為馬上到年底了 明年的成本預算 這個營收的預算 要編列哪些的資本支出 去增強投資 目前問出來的訊息是 對AI都是大幅度的增加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 蠻有危機感的說 我如果跨入AI的這個腳步 速度不夠快 很可能在一個季度 maybe一年之後 就被市場淘汰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台北股市 今天的ODC很強很強很強 之後0.46% 完全是靠AI的底氣把它撐起來的 所以我們認為 第四季鎖定AI 我們認為非常非常有機會 老師為什麼這麼多業界的朋友 產業界的朋友 因為老師之前是 產業界 跑產業界出身的 對 研究員出身的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來 MACD戰法 台股死守 四行倉庫 持股整段就看這指標 好 之前講過 我們先 特別是最近才加入我們 福利社的新的粉絲跟各位講 MACD我苦練的技術分析這麼多年 我為什麼對它如此的鍾情呢 如此的鍾愛呢 跟各位講 MACD戰法使用的邏輯 整理結束跟多頭攻擊的必備條件 它必須成立兩件事情 這個日線 這個柱狀體必須是紅色 而且是快線必須在零軸子上 就是說 MACD有兩個生成的成分因子 第一個是柱狀體 第二個是快速線跟慢速線 我們把它簡化 我們就取快速線來做一個指標 就是說這兩個必須兩個都在零軸子上 兩個都是紅色 它才會是多頭攻擊的必備條件 然後跟各位做個分享說 以這樣子的成分來看的話 我們把股票分成三等份 當然紅柱 快線 剛剛講到 紅柱跟快線零軸子上 對 柱狀體在零軸子上是紅色的 快線零軸子上 也是紅色的 兩個為紅色 那絕對是多頭 我們會做舉例 如果是快線零軸上是多頭 可是綠柱代表什麼 把它漲多之後 修正屬於多頭的整理 多頭的整理 那重點是什麼 快線零軸下 你必須做避開 就是說它趨勢上 還不是屬於這個多頭 我們舉例說的說明 請導播給我這個2731 我們看一下這個 可是一個屬於快線零軸之下 底下 我們看這個底下 有沒有看到 紅色柱狀體啊 可是快線在零軸之下 你把它縮小頭這邊 有沒有你看喔 它的快線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在今年的7月 快線從零軸上 掉零軸之下 然後從7月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天站上零軸之上 有沒有 所以不用管紅色綠色柱 對 看快線就好 先以快線為主 快線先看快線 再看紅綠柱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好意思 因為我怕有些人不懂 這邊畫一條線 麻煩這邊畫一條線 這邊條線就是零軸 對 綠色跟紅色交接 對 那只要再碰到綠 這個橘色的線就快線 清楚了 所以說如果這個橘色的線 對不對 沒有碰到這個紅色的線 對不對 就等於是零軸之下 碰到紅色的線就零軸之上 對 碰到綠色的線就是零軸之下 清楚了 這樣沒錯吧 因為我怕他們不知道 什麼要零軸啊 好不好 這樣子就引導的更清楚了 好更清楚 謝謝 好不客氣不客氣 老師很拉遠 OK喔 你看這是不是很明確 也就是說你在行進過程中 永遠避開MACD 快線屬於零軸下的股票 因為它的趨勢 它告訴你 我還沒翻多 我的趨勢還沒有翻多 然後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輕鬆的避開 整理很久的股票了 我們再來看一個紅柱跟快線 是零軸上以上之多的舉例 6531的艾普 我們看一下 6531的艾普 有沒有在這個位置有沒有看到 快線在零軸上 紅柱綠翻紅 是不是第一天 就是說這個位置是它整理結束的起工 所以股價持續的往上做衝高 有沒有就是艾普 另外我們再舉例最近很強勢的 6451的訊星 6451的訊星 有沒有這邊 柱狀體這裡綠翻紅 然後快線這邊有沒有 正式翻紅 有沒有 什麼是多頭攻擊 記好了把它練成口訣 柱狀體必須是紅色 快線也必須是紅色 兩個同時成立這種股票是 屬於多頭攻擊的股票 所以投資表你看 所以你可以 你認真你努力是有代價有回饋的 為什麼 台北股市指數還沒有攻擊 趨勢還沒有成多 美國繼續下跌 你用心找 努力去找 還是能夠找到什麼 MACD兩個戰法 柱狀體跟快線同時反投的股票 它持續的往上升 你看今天即使 即使今天開盤是不是跌的 開盤之後曾經打下來對不對 把昨天紅黑吃掉 因為它兩個都還是多啊 所以今天收盤還是拉高了 就是一個滿標準多頭的股票 再來看舉例一檔 我意思 對 我們現在3548的照例 有沒有 你看 你看 它整理 柱狀體是綠色 可是 綠色股價為什麼沒有大跌呢 因為快線是多 沒錯吧 快線從這個方向開始 都在零頭之上 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多頭的股票 它的續爆 它不受大盤指數的影響 關聯性就沒有這麼多了 我們再舉例最後一檔 老師照例可以照劇嗎 照 我剛才選到一個照劇 好 你們有選到嗎 經理老師照例 照例 照例照什麼劇 你先示範表了 你照你的我走我下 你照你的我走我下 他是說大盤你走你的 我骨架我噴我的意思 對 台語的白癡照劇法 是 很冷很冷 所以我們來看 你要看什麼股票 我們來看看2388的威盛 最近 投資本你把它 你看這邊有沒有看到 很清楚 這個位置呢 它的快線跟零軸 駐裝體已經攀成紅色的 在零軸之上 快線也從底下穿越了這個 零軸 目前是一個多頭強勢整理 它屬於什麼 多頭供給的股票 所以我認為給它時間呢 整個還是很有機會 在第四季大展雄風 哇 老師 美女有問題問你 老師 因為接下來就要公佈營收了 那如果營收公佈出來 它沒有年增也沒月增 但是MACD戰法是符合老師所說的 那我們要以哪個為主 如果是我 我會強力的以MACD為主 比方說為什麼 MACD它是個輔助性指標 它是靠著股價先做表態 MACD才同步的做這個 翻紅或在零軸之上 或零軸之下的這個情況 就是說 營收公佈可能是落後指標 股價先走 走的同時呢 會影響我們MACD的走勢 所以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會把MACD認為是 掌握趨勢的同步指標 好 謝謝老師 今天這確定其實老師 您先過來一下 是 我們再講一下 好 老師拜託 老師今天熬夜 這個持股診斷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影片底下留言喔 好不好 留下股票成本以及詹數 前100名喔 那個老師因為是親自的 老師不假他 然後每個人先問一檔股票 開放前100個名的動作要快 然後這個留言好處啦 因為老師也沒有要幹嘛 其實也是抱著回饋的心態 因為你這個也沒辦法 留你的資訊 也沒辦法騷擾到你 是 所以老師就是 免費的回饋大家 親自的持股診斷 謝謝嘉楊老師 謝謝 好不好 謝謝 那最後我還是想要問一下 順便再問一下嘉楊老師 嘉楊老師 剛剛回到位置 我問老師那個議長 那個眾議院的議長 如果被自己團裡面 自己黨裡面的人 被fire掉 那老師你怎麼看呢 好大的貓膩 這有意義嗎 這有影響股市嗎 這個政治我們不懂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說 FED已經沒有那個能力 再數次升息了 為什麼 因為繼續的 即使是維持高利率 亦或是繼續升息 我認為那是一個 拿刀子自殺的那種行為 我認為對美國的經濟 會有嚴重性的破壞 就像我 應該不會有人這麼灑 灑到那一種程度 所以我認為他們即將在 沒比在CBI公布之後 或者說一兩週之後 會把這個政策 一個大扭轉 我認為機會是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議長的事情 老師聽起來應該是影響不大 我也覺得影響不大 裴老師有講到在升息 就像我緊張了 會不會再一次SVB 那基里老師覺得影響不大 阿基里老師覺得 稍微要謹慎一點點 我也怕怕 我也怕怕 因為再升級下去 還是可能來一家公司 因為升息一定會有 一定來一家公司 因為升息 有一些弊端產生 一些問題產生 那希望不要發生 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拿石頭砸自己講 不然到時候 我們還要熬夜研究的東西 好辛苦喔 所以你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 來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週一到每週五 怎麼樣 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不過下禮拜一是特別單元喔 特別單元喔 搞笑專業單元喔 還有送表股喔 所以最後一場看 來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年財富 廢廢廢廢物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遊戲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我們家 二月一高 瘋狂股 想先爆 開始想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擅自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原地他不用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底的經驗真的痛 培養肌律 常會去世貿易中 Oh I know 看多看空 春夏秋冬 都有我哼 在你左右 賣酒噴 賣這套 挑一隻錢 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地間告訴你 這打動 最最高 沙最低 找發 Crazy 我皇仩長 這些 wollten 而謝光靈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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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